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根据来自CNN的突发报道 引述多位美国和国防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正处于确定派往东欧具体军事单位 并撰写军事命令的最后阶段 美国派军已努力震慑在与乌克兰边境截击了数万名军队的俄罗斯 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根据CNN报道 总统拜登周六在戴维莹的一次简报会上 与他的高级军官讨论了加强美国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兵力水平的选项 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潜在的部队部署是在美国警告说 俄罗斯可能即将入侵乌克兰之际进行的 国务院周日已减少了美国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的人员编制 非必要工作人员和家属要求谨慎离开 根据CNN引述高级国防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的方案之一是调动一千人至五千人的部队 以支持东欧和波罗的海的盟友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助美国公民离开 而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则表示乌克兰正在大规模截击军队准备发动袭击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 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皆出现大规模集结表明 袭击已在眼前 他表示乌克兰政府正把大批军队和装备集中在与自行宣布独裂的顿涅资克人民共和国接壤边境上 这种集结的本质是为进攻行动做准备 莫斯科方面表示 希望北约敦促乌克兰不要考虑军事解决的可能性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 目前乌克兰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 欧盟旨在通过一项金额高达十二亿欧元的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 以协助乌克兰减轻其因为与俄罗斯冲突受到的影响 冯德莱恩表示 目前俄罗斯已在乌克兰偏境集结了军队和重型武器 冯德莱恩强调 希望欧洲理事会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议员尽快批准改向紧急援助计划 以便尽快向乌克兰支付第一笔六亿欧元的援助金 而同时俄罗斯东部军区军队和武器现已陆续前往白俄罗斯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所公布的消息 来自俄罗斯东部军区的军队和武器装备 陆续出发现已前往白俄罗斯境内 本次行动第一阶段将持续到二月九日 行动第二阶段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将在二月十日至二十日举行联盟决心 二零二二年联合军事演习 北约则发表声明表示 由于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以及周边地区增强军事部署 北约正在向欧洲东部地区增派军舰战机 让武装力量随时待命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对此表示 北约的举动将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公安部发表题为 公安机关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题会议召开的文章 其中强调公安机关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题会议在一月二十四日召开 是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红出席召开并讲话的 会议特别强调 全国公安机关要学习党中央决策部署 站在对党和人民对公安事业负责的高度 扛起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 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更加严格的要求 以更加有力的措施 坚决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 彻底清除涉及孙力军政治团伙的隐患和后患 在这一次会议上特别指出公安部党委已经成立公安部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并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尽快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加强同纪检监察组织人士等部门的沟通配合 打好整体账合成账 确保肃清流毒工作形成最大合力 取得最好效果 要统筹抓好一体推进肃清流毒影响与维护安全稳定工作 努力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实际行动 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京公安部当委委员均出席会议 根据通报各省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同志领导班子成员 各警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集体参加会议 部机关各局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驻部纪检监察组 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也在主场参加会议 同时通报指出北京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公安厅局和公安部主要业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会议发言 会上特别表示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真正负起责任亲自抓具体抓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存在的政治隐患全部清除 对走过场搞形式抓得不到位查得不彻底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其中特别表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深挖彻查核查清查工作线索延伸到哪里就要开展到哪里 其中还表示对真心悔过能够说清问题的要依法从宽处理 对认识不到问题避重就轻对抗组织企图蒙混过关的则要依法依规依计从严处理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金融科技有关消息 华宝股份实际控制人朱林瑶突然被立案调查 今天港股上市企业华宝国际A股上市企业华宝股份双双发布公告 受到事件影响华宝国际华宝股份股价开盘急崩 华宝股份开盘后封死跌停 华宝国际一度大跌超过百分之七十 根据万德数据显示一月二十四日华宝国际总市值蒸发了三百一十二亿港元 而华宝股份市值则蒸发了五十四亿人民币 据媒体报道有印内人士表示朱林瑶这一次被调查与湖南烟草系统反腐有关 二零二一年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刘建福腐败案与此相关 根据中国媒体贝壳财经报道 朱林瑶被市场冠以香精女王抽水女王等多个称号 她本人比较低调很少接受外界访问 她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成立了一家香精香料贸易公司 随后与丈夫联手成立了华宝公司 后发展成为华宝集团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在二零一九年透露朱林瑶身家达到二百零五亿 全球排名第十八位 据报道朱林瑶有抽水女王的称号 与其擅长资本运作有关 她擅长高抛低息在港股市场增减至华宝国际股票时机都采得十分精准 此外华宝股份A股上市后曾多次发布高比例分红方案 引发股民界分红之机套现炒作股价的质疑 据华宝股份华宝国际此前公告 华宝股份在近日收到了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 据媒体报道 其与湖南烟草系统反腐关系密切 针对传言有媒体致电上市公司华宝股份求证 而接电人员不愿意投入更多消息 只说以公告为准 刘建福此前在湖南烟草系统任职多年 刘建福和华宝的关联可以追溯到二零一一年 当时在湖南中烟与华宝国际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街牌仪式上 刘建福曾经作为湖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代表 与华宝集团总裁助理兼控股董事长为联合重点实验室揭牌 此外华宝股份有许多烟草企业此公司股权往来 比如二零一年华宝与红塔合资设立云南天宏等 再为您关注到的视频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有一篇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介绍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主在小鼠模型中的复制和致病性情况 作者之一是中国工程员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整理报道 他们在一系列细胞和小鼠模型研究中 特别关注奥密克戎的复制效率和致病性特点 在人类肺部肠道上皮细胞的实验室实验中 作者发现奥密克戎活病毒的复制量相较于新冠病毒野生型和阿尔法贝塔以及德尔他变体有所减少 奥密克戎复制效率比野生型要低相当多 调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无法有效利用细胞膜上的蛋白 胯摩斯氨酸蛋白酶2 而该蛋白可以在一些细胞中介导病毒进入 作者认为奥密克戎刺突蛋白的变异降低了它利用这种通路的能力 从而削弱了在人体上皮细胞系中的进入和复制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整理报道 在某小鼠模型中奥密克戎相较野生型病毒和德尔他变体 在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中的复制水平均减少 对肺部组织的分析则显示 感染奥密克戎在肺部引发的炎症和破坏比野生型和德尔他更加轻微 与之相关的食动物体重损失也比较小 受感动物存活率相对较高 在一月二十四日晚间恒大集团发表声明 说集团董事会和风险化解委员会 以一贯负责任的态度 恳请各境外债权人给予我方更多时间 支持我方充分考虑各类不确定性和风险 为形成一个对各方利益都有保障的债务风险化解方案而共同努力 恒大方面表示集团正会同相关顾问机构以积极态度与境外债权人持续进行沟通对话 并表示当前集团已向境外债权人明确表态 董事会风险化解委员会以及集团上下正不遗余力地评估经营情况 稳定生产经营保障资金运转及各方之力共同制定一个全面细致有效的债务重组计划 并表示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已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二年一月期间 由集团通过公告形式陆续予以披露 恒大表示在推动探索风险化解工作实施路径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是集团已意识到由于规模庞大业务繁多利益相关方众多 面临的情况将日趋复杂 需要与各方进一步研讨和推演各种可能性和实施路径 为下一步开展更深入的沟通夯实基础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